《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歡迎來到《山山來馳》 我是節目主持人方國山 我想這次真是《山山來馳》 上個星期都很抱歉 不能夠和大家主持節目 原因背後就是 因為我自己在母親節那天 因為派花送給居民 一個擦坐腳 站在腳在一個不平穩的行人路上 變成整個人咬柴 左邊的腳就是肌肉出血 俗稱咬柴 結果要坐在家裏不能動 所以就告假一天 希望大家見諒 我在地區也收到不少居民說 也有支持看這個節目 我順便多謝一聲 我先說回最近這幾個星期 其實發生了很多事情 今天我想第一件事先跟大家說 可加可減機制 港鐵最近也在超高的盈餘 超過120億的盈餘 仍然要在市民的代口加車費 我今天早上八點半 已經去了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 發表意見 對於就住很多基層的朋友 以至到一些小中產 或者上班族 其實那個交通費 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很大的負擔 你不要說當區就業 其實很多基層的朋友 很多時候你都住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亦正正政府在房屋政策中 將一些小家庭往往是北移 去新界東北方面 今天我聽到很多來自北區 或者上水 以至一些偏遠的地方的居民都說 其實他們每一天 大約四十多元的交通費用 而他們現在就算 最低工資實施了之後 對他們來說 有時都不知道運不運到工作 但我會感受到這種堅毅的精神 總被留在家裡 有些批評社會人士說 有些說做蝗蟲 他會批評某些新移民 或者有些靠裸中緣 但我都體會到很多基層的朋友 自強不適 亦都希望透過工作去提升自己 亦都找回自己人生的價值觀 但往往你未見官才打三十大板 你未去找工作或未上班時 你可能已經給了四十元的車費 其實每一天不吃飯 你只是車費都是非常之嚴苛的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 不論是火及運輸局 鄭月華 以致邱成武 我們這些大官 麻煩你 真是就著可加可減機制的名存實亡 是很好反思 我想說出 其實今次可加可減機制 他基於幾個元素去計算這條數 包括他們說 有兩個數目計算可加可減機制 包括消費物價指數和工資指數 只是考慮這兩件事 但消費物價指數 是無法反映市民實際的承擔能力 所以我在整體票價機制檢討方面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有自主權 作為立法會或其他不同的政治體系 應該有責任去直接監察 透過政府監察港鐵營運 不應該只是靠消費物價指數和工資指數 應該要加入的考慮元素 包括現在港鐵的盈餘 例如今年他賺120億 另外真正的市民的承擔能力 以至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認同 就是列車的服務 你知道大家近年 我做了一個表 港鐵近年的事故表 水石春那麼長 都不用看了 大家都知道 事務大小 又說廣播不清晰 搞到繁忙時間 大家一萬多二萬人塞在港鐵裏面 又沒有交通調配 路軌又出問題 最離譜今早也有報章提及過 在東鐵線方面 也有路軌下陷的情況 你說不可大可小的這種情況 如果路軌下陷 可能有機會將整輛列車撞向長生 而導致到人命的危險 所以這件事根本是刻不容緩 在這種種種的情況下 港鐵還這麼無良地 只是只顧加價 在一個沒有實際需要的情況下 仍然要加價 我們覺得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面 我們就覺得 港鐵應該徹底取消 這個可加可減機制 或者重新檢討可減機制 而加入一個合理的元素 去保障我們普羅大眾的市民 亦都不應該由政府 在背後這麼支撐的 一個大型的公共交通事業 壟斷了我們全港大部分的交通項目 而令到其他相對的 無論巴士、小巴、的士 競爭力是有所遞減的 我們亦都希望促請政府 嚴正地考慮 要求港鐵設立區域性的月票 包括全港不應該只是 由上水、東鐵 或者去屯門的西鐵 為何只是東鐵、西鐵有 而將軍澳線或者其他港島線 全灣線是沒有月票呢 我覺得港鐵的高層 你們聽著 除奔有精 如果一個月 我當作拉雲數 你五百元一個月票 亦都可以給居民多個選擇 除奔有精的話 其實很多市民亦都不是即時 是真的每一個月 搭足你的港鐵這麼頻密 拉上補下亦都可以彌補到 令到一些基層 以至到小中產的家庭 交通費的負擔是可以減輕的 你真正能夠做到環保的 一個交通運輸的產業 我希望政府 無論在房屋及運輸局 以至到其他港鐵的相關部門 都應該要正視這個問題 最後一件事 我不是只說 叫你們一美反對 我們建議設立月票 這個制度 即所謂全月通 其實就不會這樣壓迫你們 因為如果只說港鐵沒有用 我們亦建議在港鐵的非經常收入 包括去年我們在俄士甸地鐵的保地價 俄士甸站的保地價 亦有117億的收入 這些數目 包括可能今年 你們在將軍澳日出康城 以至沙田的大圍 各方面的保地價收入 你們可以用來補貼 作為月票制度的全月通 以彌補有盈利的誘因 去推出月票 亦有得交代小股東 我希望相關部門正視這個方向 不要港鐵一美 以商業元素 商業原則去運作 這樣完全是罔顧了 我們社會企業的良心 就住交通方面 就有這樣的建議 希望政府相關的部門 都會體諒到我們市民 在交通費的情況 另一個想跟大家討論的議題 就是我們最近都很熱話的 一個關外基金 很多不論政府的關外基金的統籌 羅志光也有提及過 剛剛也提及過 有十個項目會落實 兼且之前就住的籌款 好像籌不夠數 即是不理想 實數是6億 口數是18億 分階段比 而政府就落實了 撥50億 我自己這樣看 之前很早期就住關外基金 我們都會擔心 究竟用途 但大方向 其實大致有一個方案 但為何會有些政府或商界 會關注籌款方面 其實我們始終覺得 其實在募捐方面 政府部門相關 是應該積極一些 第二就是 可以呼籲多些中小企的小企業 其實多有多捐 少有少捐 我可以舉例 好像我們西貢的愛心基金 早前我們RTV也轉播了 一些關於我們籌募經費的活動 在早幾個月三月份 也都籌募了 現在到今天 這個西貢愛心基金 已經籌募了大概五百多萬 最主要是幫助地區的綠人家 或者長者 無論是菇芽、白內障等各方面 實際有需要 或者是輪椅 一些相見的朋友的需要 但回應 我覺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在募捐的情況下 我覺得政府 例如一個這麼大型的募捐 其實積極性可以再推動 而籌款的項目 而受益的方案 其實或許政府未必最理解 商界亦都不太認識 如何做籌款或捐款的目的 我覺得與其 這個只是一個matching fund 即每人出一半 又要善用公帑 我覺得最適合去分配 莫過於NGO 即非牟利的團體 例如公益金 或者一些東話 其實他們這些 對於受益的一些機構 其實他們很清楚 最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真是能夠給居民 哪些真是最需要 值得我們今次關愛 其實我希望 政府定立受益者的情況下 特別不要只針對中援的受益者 而是真的考慮一些小型的中產 或者一些小康之家 特別很多小中產的家庭 其實他們月入可能是2、3萬元 但因為白蜜藤貴 以至他們家庭成員的負擔 1加4、5口 其實每個月都是月光軸 每個月都用到清光 所以譬如有一些家庭額外的需要 包括後內貨、貨與托管 以至一些清貧學童 可能在五線時的繁餐錢 其實這些種種的需要 往往是忽略了小中產的一種家庭的負擔 所以希望期盼 在今次關愛基金的成員 譬如無論是羅志光主席 以至其他委員、張國柱他們 都希望積極在受眾者的安排 不要單一只照顧中緣 而關心其他人士 希望真是受到關懷的人士的得著 特別一提 就是我希望今次關愛基金 亦都能夠就著婦女的每年驗身 因為很多家庭的支柱都走不出 除了父親外出外找工作之外 或者很多母親除了外面打工 亦都勞勞逆逆 很多時忽略了自己的身體檢查 如果婦女不維繫著每年驗身 而去解決婦女的常患疾病 包括乳癌、子宮頸癌 一些經常有機會發生的隱性 其實都是頭一、二號的癌症病徵 我們覺得如果忽略了之後 變成亦都帶來家庭一種很大的負擔 以及社會的很大的承擔 所以我們希望今次關愛基金 能夠如現時已經初步落實了 由68億起步 起碼接下來 頭一、兩項 我希望重點能夠關懷 女性社會的關注 以及身體檢查 能夠令到她們的身體繼續強壯 而去支撐家庭 這關愛基金也希望中小企 當然捐了錢自然有名有姓 這方面也不需要擔心 我也相信很多企業的朋友 也不太認識什麼排名榜 各方面 不過在這方面 我也可以呼籲下一項 就是很多中小企 以至一些國內的投資者 往往來到我們香港 其實特別就著最近的樓價的飛升 好像火箭那樣的速度 其實對小企業的盈利 其實是造成一個很大的增長 特別在物業稅、利得稅裏面 其實我們香港都有16.5至17.5的 一個很大的稅務的收稅比例 我希望其實都可以在這裏呼籲 與其左袋又右袋都是給稅給政府 如果在關愛基金的捐款 亦都可以扣除稅務 亦都可以減稅 在這裏呼籲很多中小企的朋友 以至在香港投資房地產的朋友 你們拿著一間有限公司 賺了錢 不如就用來捐到關愛基金 亦都一舉兩得 既利一些 既幫助到一些弱勢社群 亦都是多行善事 眾善因必得善果 希望大家都支持關愛基金 今天關愛基金這個議題 其實很多社會的人士都很關注 我覺得不是一定要 所有都是大企業家才可以捐錢 希望大家都關注這個問題 今個月五月份 其實除了我們港鐵一些的營運 和票價的問題之外 以至關愛基金 我想很多議題 最近非常敏感 說到村屋的僭建 很多朋友都知道 最近好像立法會議員逐個被人捉 早前民建聯有三位立法會議員 被人捉到在村屋上有僭建 今天下年發文梁耀宗在社區裡 天台都有僭建的僭建物 究竟屋宇署曾經發信要求清拆 我看到這些種種問題 包括昨天在市區樓和村屋的執法 林鄭月娥發展局也說會一視同仁 我就著這個議題 他們也問過鄉兒局發叔 究竟對於村屋 當然他們涉及新界村屋裡 都有不少歷史遺留的問題 發叔就說 鄉兒局說 其實他們都會積極回應 我就著這個無論村屋的僭建 以致到社區的一些高樓 例如梁耀宗 他可能在社區居天台的頂層樓 的一個加建的僭封 我想帶出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一直專業動力 都很關注這個議題 叫環保村屋 或者說環保的一些建築物 我看到大家好像用市民 無論你住是新界人 或者當新界人 或者市區人去分水嶺 其實我覺得是全部錯的 第一 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其實就不要再分 我是新界人或者是市區人 只要你住在香港 在這個建築物條例裏面 大家都應該要依法 依規 依張去進行 當然我們就不認同 例如好像早前也都有一些報道 就是可能針對一些 加建了四五層這些村屋的一些物業 其實那些祖屋也是紅頭契 我知道真的有個理解 背後就說他可能早前在1898年的時候 已經有一間這些老屋在這裡 但是你不要忘記 如果你是重建 你三層在法例裏面 才可以豁免 如果超過三層 是根據那個屋嶺處條例 一二一章 你如果超出那個三層高度 即是在喊起第四層 第五層 其實你必須要在屋嶺處入職 所以我覺得不論你是新界人或市區人 在一個建築條例那裡 大家應該知所進退 這是第一 第二 大家可以深思想想 為何會有這麼多潛建發生呢 究竟市民是否傻的 笨笨笨走去加建 而無目的地 只是一尾想加建多一層樓 那我看到的事實 或者在地區接觸居民 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都真的 是因為天氣過熱 而覺得在那個 隔熱系統裏面 是需要做一個潛縫 用來隔開熱 我們看到很多都是沒有密封的 有一部分 當然也有些違規更嚴重 所以就著環保村屋這個議題 我們希望無論是屋嶺處 地政處 相關社會的發展局 以至其他法律的條文 或者以至屋企的條文 都能夠與時並進 就著社會環保的意識 是落實一些方案 是讓市區 以至到這個村屋的流程 是增建一些環保的元素 而減低那個熱度效應 包括是微氣候 或者那個氣溫 譬如可能在夏天 那個溫度真的相差 天氣是有8至9度的 由於有一個隔熱系統 比如說舉個例 我們想釐清如果這個環保村屋 譬如當天台為例 可不可以加一個有蓋的煽縫 一個太陽能的收集器 可以轉這個太陽能 再生能源再造 以至可以說風力發電 這些元素以至到煽縫 譬如擋雨的煽縫 我們的所謂窗微 譬如像夏天一樣 我們在暴雨的情況下 很多時候就不可以開窗 變相下大雨的時候 也可能會開冷氣 變相冬天也要開冷氣 或者大雨也要開冷氣 我覺得這種做法也不適合 適量闊度的煽縫 以令到減低雨水侵入房屋 這些適量的冷氣支架 曬衫棚 曬衫棚 這些都是過去 在村屋的發展規劃裡 沒有與時並進 配合環保的議題 我覺得無論是城市人 或是新界的居民 其實很多居住在新界的村屋居民 已經是香港的本土人 並非是原居民 所以我們不應該再分化它 而且協助它能夠真正理順 他們的為何會加建 其實我覺得 只要政府羅列了一些合理的項目 另一方面就是邀請我們一些專家 包括能源效益的專家 去計算一下究竟這種做法 是否對於整體的熱能效應 能夠有一個保障 令到減少碳足跡 如果做到的話 我們用了計分制度 然後令到它可以合理地 去增設這些環保項目 為何香港市區的一些 早前沙士的時代 我們都加設了一些環保露台 環保項目 都是令到市區的居民能夠住得更舒適 為何村屋這方面 不能夠適量地加設這些環保議題 我覺得政府和相關部門 大家真的坐下來談一談 然後作出一個適當的評判 給它們做一個合理的登記 除此之外 其他的密封加建 做多一層樓 其他或者建造四五層樓 絕對是不能容忍的 我們亦都覺得 如果在這方面 我相信 新界的村民 或者香港市區的市民 亦都不希望去到這麼極端的 再加上過份的加建 絕對會構成結構的危險 特別展歷的情況 如果我們的村屋 通常花藍燈 都不超過三米深 變相會令展歷 如果上高下低下短 你的反展力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 合理地的環保因素 環保元素 令到村屋更加適合市民居住 我覺得這方面 大家值得深思 而真正解決了 無論不同的 現在說 把議員都捉出來 大家為何會加建這些天台的閃縫 我覺得這方面 很值得大家坐下來探討一下 今天就住環保村屋 都提及了一些因素 接下來我們專業動力的朋友 亦都會做一個民調 是關於市民 究竟你建屋 即是自己住的村屋裏 你最希望可以減低 熱度效應 減低熱能的元素是哪一類 歡迎大家 亦都可以聯絡我們 給予我們一個 即是覺得是一個大的方向 我們接下來也會做一個 相關的民調 幫助大家 看看可不可以 在哪一個範疇裏面 積極去處理 就住環保村屋 這方面 又說了一個看法 另外 可能社區 近來很多市民都留意到 本地孕婦在產房方面 其實需求也很大 特別是有些非本地 即是無論父母或媽媽都不是香港人 都下來增傷 使用我們一些醫療項目去生孩子 包括 或者初生嬰兒需要的 可能一些玻璃箱 即是氧氣箱 ICU 初生嬰兒的心肢治療室 這方面 其實對於本地人婦 也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早前 我上星期 亦都聯同 張軍澳 衛蘭婦女會 上去政府總部 表達區內居民 因為早前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周日樂 指稱 醫生組織有意 因為人手不足 而計劃各自興建中的 張軍澳醫院的產房 在這方面 無論是西貢區議會 或是立法會 我們亦都表達過 覺得這個做法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會看到 張軍澳其實也說 現在是43萬人的人口 陸續續在2016年 都會預計上升到50萬人口 以一個這麼大的社群來說 你就被迫將婦女、孕婦 就要她跨區生兒子 不是跨區工作 是跨區生兒子 大家要清楚 其實生兒子 你不單是生日 才要去醫院 你產前 你需要大量的產前檢查 媽媽的生理狀況 很多時候你都要去腹診 去醫院 你的肚子好像羅河那麼大 你就要坐車去另一個區域 去看醫生 我覺得這個做法其實是不致的 我說回交通的問題 我們區內的張軍澳醫院 就在我們坑口地鐵站 但如果說交通距離 大致每一個地鐵站 都大約五至七分鐘 就可以去到張軍澳醫院 這個都叫做稍為合理的時間 還有張軍澳醫院 不是說地鐵站旁邊 你還要羅這麼大的肚子 就要走去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接觸到孕婦 她都是坐的士 或者私家車 或者家人接送 並不能真正乘坐公共交通 巴士不是大部分都可以 如果不可能乘坐港鐵後 再轉接 否則走到死 所以張軍澳醫院的距離 和民居都有一定距離 另一方面 現在東九龍醫療服務 體制就是要我們張軍澳的居民 是走到聯合醫院去看醫生 大部分一些重要的項目 醫療的項目 譬如骨科 或者一些重要的折駁 大的手術 全部都去回東九龍一個大的 叫做區域性的醫院去處理 但是 你說回50萬的居民 也不是少 如果說少 就差不多等於整個澳門的人口 但是現在如果要居民由跨區去看醫生 大概的車程就超過30分鐘 不要算塞車 兼且因為聯合醫院的位置 也不是在山上 也不是那麼多交通工具可以直接的 大概坐的士要75元 由坑口站 如果由日出康城就接近100元 也就是車程不塞車計30分鐘 大家想想 如果一個孕婦 剛好 土大龍東突然說要生 而你就要坐的士 折去聯合醫院生 途中如果有什麼交通阻塞 可能會很容易令初生嬰兒遲了分娩 而令到可能造成很大的遺憾 因為不但寶寶的生命可能受威脅 又或者因為在母體裡過長 缺氧也有機會導致小孩出生之後 日後的成長也會受影響 我們覺得現在張君澳醫院的擴建 其實是我們地區人士爭取了十年八載 現在得以可以擴張到有636張床 特別一提是如果不單止擴張病床那麼簡單 而她仍有一個初生嬰兒的ICU 即是深切治療室 大家可能都可以體會到現在 很多內地的孕婦無論在私家醫院 是爭取到在我們香港生嬰兒 假設他們生嬰兒出來有問題 他們就不會留在私家醫院 他們就將嬰兒丟到公立醫院 如果我們仍是因為人手短缺 而現有的一些基建的東西都各自 變相我們就更加沒有了 更多的一些公立醫院的醫療設施 更加令到我們前線的醫護人員 百上加根壓力更大 所以我覺得對前線醫護人員 我也要體諒一下這個情況 就是怎樣去做 我覺得政府特別是醫管局 其實真的要重新檢討機制 為什麼會這麼多公立醫院的同事 醫護人員是要流失呢 那你為什麼不好好檢討一下你的福利 和你的機制 會不會過分勞累前線人員呢 為什麼不可以加人手 為什麼不可以引入其他國家一些醫療人員呢 如果譬如說甚至退休的 曾經比較早退休的 包括我自己為例 我自己家裡的大家姐 也是由18歲開始已經在聯合醫院 或者相關的醫管局核下的醫療體制做護士長 退休的時候 是說回2002年的時候 即是金融海嘯的一段時間 政府就說醫管局的體制是臃腫 然後提供一些肥雞餐給人吃 搞到四十多歲的精壯有經驗的前線 或者臨床經驗 很有臨床經驗的一些醫護人員 然後就吃了肥雞餐 就流失了人才去歐洲和其他美加國家 其實這件事是挺短的事 我很值得批評的 因為我大家姐和現在醫管局的 我們立法會醫護界 李國倫先生也是同期的護士人才 所以你想想這些人才 累積了二十多年的工作經驗 這些是我們香港的貴寶 但是無可奈何地 原來我們要輸出人才 到今時六七年後 你看到醫管局就說 我們的人手不足 現在就去想想可否減人手 又說可否改善時間 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醫管局去深思一下 究竟你的體制是怎樣 是否應該適時 也不是一刀切 例如在E.N 即是登記護士和註冊護士分領 可否可以盡快設立護士學校 其實護士學校的地方是在這裏 可否加大這個力度 無論是吸納外資 即是外援 即是其他國家的輸入專材進來 以至到無論是醫生或醫護人員 前線的醫護助理 以至我們自己本地的培訓 可否加強這個力度 其實在這裏我們也要補充一句 其實很多前線現在的醫護人員 或者一些看護 也都是從我們國內有經驗的一些單位 下來我們社區 也都幫了我們很多 無論是一些長者 老人 他們極需要一些24小時護理 其實都已經做了很大量的功夫 但問題是可否放寬這個力度呢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 我們是不應該完全拒諸於我們內地產子的一些婦女 即是來港產子 其實真正是否可以做到一個產業呢 其實我們是可以考慮的 但問題是我們可否在法例上 都是強靜黎智地去說明 如果非本土的父母親 那些生育的子女 就不應該都是這樣去取得我們的醫療和福利 或者包括香港身份證 變成在這個做法上 大家可否深入去研究 亦都希望我們的中央政府也能夠幫忙 因為你看到其他鄰近的市 例如上海、北京 難道方議員你去上面生兒子 你又拿了一張北京的身份證嗎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可以拿出來談 亦都是公道地 對於每一個特區的資源保障 我覺得是有所保護 大家都理解到 不是說有沒有人權的問題 而是我們自己本土的資源 連自己地區的人士都幫不了 你怎能夠幫助別人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 大家都應該要值得檢討一下 再說回 譬如現在張溫澳的孕婦產房的問題 例如計劃中的一個病態建議 我覺得各自張溫澳擴建的產房 其實是不要得的一個方案 所以我們是反對各自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 更加深入去想想 為何會有人建議各自 剛好我們的社區 如果我們各自公立醫院的元素 我們的社區最近也批出兩塊土地 是落實了 除了我們在將軍澳的百姓國 是會有一個私家醫院的土地 提供給私人的醫療機構的招標之外 另外在清水灣也有一間私家醫院的頭產 接下來他們也會提供這類醫療 或者療養的服務 或者包括孕婦 但是我們會看到 為何會最近突然有一個 這麼謀論病態的建議 是會說要擱置了我們張溫澳的產房 其實當中會不會存在呢 就是很多公立醫院的醫生可能都說 哎呀做得很辛苦 在公立醫院 不如在私家醫院高薪厚職 翌日就去穩定工 現在就建議不如停留我們公立醫院 會不會變相逼我們一些小中產 或者中產的朋友 或者一些香港市民 生孩子的時候 就逼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選擇 變相每次生孩子要給十幾二十萬 到頭來就是利益輸送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都要很值得深思一下 這個做法會不會對未來 張溫澳兩間私人醫院的生意有鋪路呢 會不會存在又是利益輸送和官商勾結呢 如果相關的人士 你覺得這個情況不如我們所說的 那你就不要這麼難為我們張溫澳的孕婦 維護我們的權益 保留張溫澳醫院的產房擴建 這件事大家都皆大歡喜 希望公司兩營的醫院的醫護人員 不論醫護人員或者前線的朋友也好 大家都不要希望每次用金錢掛稅 在醫德方面都加強 我最近都很想稱讚一下 我們最近醫管局頒獎 一個結出員工獎給方道生醫生 大家都姓方 除了大家都是同中之外 我也很欣賞這位醫生 他說他有提及過幫馬尼拉人治事件 傑森復康的時候 一種經歷 他說面對傳媒一種大的挑戰 但我覺得我最欣賞他並非這件事 而是在他的談話之中 在他說得獎的感受的時候 他有提及過一些感受 他覺得自己也曾經考慮離開公立醫院 但最終選擇留下 他說明白到不少醫生已達臨界點 但仍然有不少默默工作 希望醫管局可以全面了解問題 尋求解決方法 方道生也寄予醫生 工作時有三個醫 三個醫 一是享受 第二是Amphi 第三是EQ 希望整個醫療體系的團隊好好合作 在一個雖然不是最理想的環境下 都能夠享受 又有同情心 很享受地為我們的病人服務 這就是我真正尊重方道生醫生的說法 的重點 我希望未來的日子裡 無論Jason 以及方道生醫生 都能夠在醫療方面 能夠再做多些功夫 幫助我們廣大的香港市民 亦都希望醫管局的管理階層 考慮清楚一件事 肥上修下 很多時管理高層 它的薪金實在是太豐厚 要想一下中層管理 以至一些前線的管理人員 其實他們的薪酬是不太正比 亦都是背後 為何這麼多醫護前線人員 流失去私家醫院 莫過於除了他們 有人工加之外 可能是二三成的薪金比例 譬如你現在出兩萬元 但別人是兩萬六 可能這個薪金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怎樣去改善呢 我覺得以往醫管局的人手 他是政府直接的公務員 那種做法 亦都可能他有一些子女的 一些讀書的津貼 這些亦都是一個長遠 或者本身在職的同事 他有一些前途 或者學位的一個資助計劃 令到他可以進修 包括升讀一些更高層次的 醫療的一些課程 令他更加可以增值 在自己的在職的增值 令到他自己的滿足感 或者成功感更大 這些亦都不只是單一 是在人工那邊比較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醫管局的高層同事 都真的拿點心去關心一下 前線的醫護人員 他們可能涉及子女的一些教育的津貼 或者一些房屋的津貼 你看到除了醫生可以駐場在附近 你看到醫護人員 包括護士長、護士 前線的醫護人員 為何不可以搞這麼多這些建設 為何不可以 醫療人員實在很值得我們尊重 很多我們一到病的時候 就說醫生可不可以不打針 這些已經知道醫生對我們很重要 所以為何不可以 建更多一些醫院的宿舍 相關給我們的員工去生活 令到他們的生活更加住得好些 你亦都可以留得到人手 沒有理由政府這麼大的一個機構 你都不能夠好好做好自己的本分 希望這方面都得到配合 在今次醫護人員 或者包括本地孕婦 產生了一個資源分配的問題 我都希望社區人士都關注 所以早前我想說回數字 包括張國路醫院擴建 其實之前的洗費是說什麼呢 都20億 我們都在2008年那個銀碼 在財務委員會公務小組工程 現在就是進行做工程 另外我想說在正式擴建 是加設了3個共有112張病床 即是急症室的病床 另外一個就是30張病床的醫療房 即是一個隔離房 一個隔離房 可能好像我們有時候沙士的時候 或者一些H5N1大型的感染情況 你需要一個比較大型的隔離房 內設有12間符合現行感染控制水平的隔離室和緩衝室 另外增設剛剛我說過一個 深設治療及家戶服務的容量 裡面有16張病床 另外就是辟設產科和新生嬰兒服務所需的設施 包括一個設有8張兒童病床 以及新生嬰兒的深設治療部 另外其他藥房、鏈房、綜合康服也要擴大 我看到這方面 其實整體來說 比如說在急症室 要和門診部擴展一個數碼放射 即是照X-ray、數碼放射的攝影系統 這些或者裝置一個負氣壓系統 因為我們也有些海濱的地方 可能涉及一些工業意外 這些都是有需要去加建和增設的 這些資源不應該停止 所以總結這句 就是我們對於政府有計劃 確置將會到產房 我們是持反對的看法 今天講到幾個不同的議題 但最近在地區也幫助市民 是解決一些收樓的問題 早前我在社區有一個屋苑 叫日出康城 一班領鋒的業主 他們齊齊走來 有成千多個單位 又投訴某個大的發展商 又是持交樓 持交樓多少天呢 大家想想 原來持交樓三個月 足足九十天 很多居民 就是小業主 他們就頭都行埋 他們說 為何我給錢買樓 都要這麼受氣 原來政府的機制 就是一種標準合約 而那個標準合約裡面 就定明 只要有發展商聘請的AP 即那些offerised person 就是那些叫做 可認可人士 只要他認為 有二十毫米的雨水 或者有火粥 或者一些罷工 一些他們認為合理的議題 他們就要求 順延一個交樓員工日期 叫延長時間 這個做法 我們覺得 亦都留意到 其他世界各地 始終都有一個最終的交樓日期 不會是無料期的 但現在發展商 不是單單地產霸權這麼簡單 而是他們背後 其實都有很多自己寬鬆的方法 或者對於合約來說 都是有利於他們發展的權益 包括他們持交樓 就不用罰款 有很多合理的理由 但我們小業主覺得 其實地政總署 是需要與時並進去翻查 現在這份合約 是否應該修正 例如雨水是否二十毫米 就叫可以停工一日 借問一聲 如果一層樓已經起到上天頂 而大部分員工在室內做工程 或者做維修、裝修 亦都不受天雨影響 這些日子應不應該值得批給他 這是第一 第二 比如說火燭 火燭如果是火燭的情況 火燭的原因 是人為 還是建築商自己 因為人為造成 是否應該追花時間 補OT給工人 如果是人為的 是否應該將責任 轉移給消費者 而不應該是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火警方面 亦都要看清楚 火警的原因 火警的成果 結果是做到 譬如說 如果真是火燭燭 是否整棟樓燭光 還是燭了一兩個單位 而全日的工程 是否受到全部都受影響 所以這些細節 應該要好好地鑫鳴 令消費者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否則貿貿然 發展商喜歡 今天給你 就給你 不喜歡就給30天 再不然 變本加例就給90天 變成了很多小業主 就是無家可歸 看到現在他們面對 不僅是不可以早些收樓 合理的時間 早前他說 5月31日收樓 現在一退就退到8月尾 很多也令家庭 例如在暑假尾 或者現在 如果8月尾 等於9月初 很多小朋友 或者一些幼稚園 或者中學生 都要上學 一個新的學年 很多家庭的一些準備功夫 上學的準備功夫 或者一些交通費 是會相對衍生 另外自己現在 現時住的單位 家庭 如何安排 很多衍生的問題 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面對 就是很多居民都反映 由於最近金管局 也強調了會加息 而實際 銀行最近 也連續加了兩三次 就是銀行同業拆息 就是銀行同業拆息的息口 hiber連續加了兩次 實際實際 真的令到很多 就是之前 拿了一些 預先在銀行做了登記 就是落實想供這層樓的 一些預早批核的條款 也受到言誤以致 也未必能夠拿回 這麼合理的利息息 所以對於小買家來講 真是造成非常不合理的一個方案 所以我們有見及此 親自我們也去了 今次早前 去了拍賣場地 要求政府正視這個方案 無論在地政總署 法律部 以及地契 各方面 或者消費者委員會 我們也跟幾百位消委會 居民去了消委會 分別做了登記 希望 隨著我去年領刀事件 以及今年領風油油事件 都是持交樓的事件 變成我們希望 無論是消委會 立法會 以致地政總署 就著一手樓的買賣合約 都應該作出適時的修正 然後真正是保障我們小市民 我想說說 其實這個做法一點都不稀奇 除了在香港之外 其實其他的國家 包括加拿大 或者祖國 我們偉大的祖國 他們都有交樓日期 其實我都被一些國內的同胞 他們來香港買樓 或者早前投資移民 他們都覺得 為何我們香港法制這麼健全 但偏偏在我們發展商買樓 一手樓宇的時候 往往都是做到一些 這麼不近人情 這麼不合理的一個言誤 令到小業主或者消費者 是蒙受損失的 我們希望 雖然這一刻 我們未必能夠追討一些合理的賠償 但起碼 我們都應該為下 我們其他的 全香港的小買家 小業主 說句公道話 政府是應該要做事的了 就別等了 在適時的時候 就著這些不公平的合約 希望政府多做好事 最後一件事就是 在未來五月份 我們全港也有第三屆運動會 已經開始了 我自己負責做羽毛球的一個團長 希望我們全港全民都起運動 再加上今年的暑假 我們都督促 康民署提供一些 減持月票的優惠 令到更多市民或者青年人 可以積極參與運動 希望在我們 增加我們的健康和法律的因素 每天晚上都生活得好些 希望下個禮拜再和大家再談 在山山來遲的節目 OK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